今天我们来做华阳名点 豆腐皮包子 干腐竹放入容器中 加入足量的温水浸泡 加两小勺盐 可以利用高盛的原理 使水快速浸透腐竹 最后压上一个碗 浸泡3-4小时或者过夜 泡软以后的腐竹用剪刀 分割一下取出备用 春笋先煮一下去苦涩味 2-3分钟后加入腐竹汆烫 再次烧开后取出晾凉 把泡软的香菇先切成条 再切成丁 春笋切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丁 腐皮最终也切成丁 锅中放入植物油 先下姜米 然后放入事先腌制过的肉碎 草散 如果您吃素食 这里可以不加肉 接着加入香菇丁 笋丁 把它们炒香 最后倒入腐竹 加入酱油 糖 来调味儿 然后再加入蚝油 和香菇汤 把它们混合均匀后 加盖焖煮 2-3分钟 最后加入玉米淀粉水勾芡 撒上香葱提香 出锅前 拧上少许麻油 豆皮馅就做好了 晾杯中加入160毫升的水 5克糖 4克酵母 用筷子搅匀 把酱母水均匀地倒入 装有300克面粉的容器中 用筷子搅置盆中 面粉成为面絮状 然后用手 把所有面絮揉成团 一直到盆中没有干粉 将面团移至面板上 继续揉7-8分钟 一直到成为光滑的面团 面团静置5-10分钟后 搓长分割成11个面剂 每份大约40克左右 把每个面剂揉成光滑的小圆剂 拿一个剂子 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圆饼 在每个圆饼上放上馅料 包成一个包子 拿一个圆饼上馅料 和一切融合的圆饼上馅料 来说明总的小圆饼上馅料 放入大约 面团 扇子 拿一个圆饼上馅料 或是一切融合的圆饼上馅料 成饼上馅料 切成一切融合的圆饼下馅料 切成一切融合的圆饼上馅料 切成一切融合的圆饼上身 包好的包子在23度的室温发酵 一个半小时到两倍大 水烧开后上锅蒸15分钟 焖5分钟 你看香喷喷的包子终于出笼了 轻轻的剥开一个看看 皮有韧性而且松软 馅料香气扑鼻 咬上一口 哇真正是家乡的味道 太美了